赵丽颖的微博粉丝数已经超过了1.2亿,她为何如此出名? 12年前,赵丽颖曾经帮助过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 当时没有人预见到她后来会取得辉煌成就和产生深远影响。 现在,赵丽颖已经破茧成蝶,华丽转身为中国的领军女演员, 她的影响力和人气在华语圈中无人能及。 首先,赵丽颖的电视剧播放量已经突破了惊人的400亿次, 这一数字足以证明她在职业生涯中的巨大成功。 她在剧中的表演深受观众喜爱, 无论是最新播出的剧集还是经典的老剧, 都能在观众中引起热烈讨论。 甚至是12年前的作品,也能轻易刷屏,再次引发网络热议。 这无疑展示了赵丽颖的演技和人气的巨大魅力, 同时也证明了她在观众心中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赵丽颖的作品被受观众喜爱, 其原因在于剧情设定和角色塑造都极具吸引力。 无论是在12年前的作品, 还是现今的新剧, 赵丽颖都能以其精湛的演技生动逼真的描绘出角色的形象。 以电影《疯狂的兔子》为例, 赵丽颖一人分饰两脚, 既有聪明机智的现代女白领, 也有古灵精怪的兔仙, 她把握住了两个角色的神韵, 让每一个观众都感受到了角色的魅力, 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已经过去了12年, 观众的幸运女神赵丽颖以无可挡的人气和不俗的表演才化, 让她的每一部作品都被受期待和广泛关注。 以电视剧《储桥传》为例, 播出期间, 其在国内的播放量惊人地突破了30亿次, 这一数字充分展示了观众对该剧的极高关注度。 同一年播出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的播放量更是超过了100亿次, 这显示了观众对赵丽颖作品的狂热喜爱。 赵丽颖在这两部剧中扮演的角色, 无论是《储桥》还是《明兰》, 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令人难以忘怀。 观众对她角色的期盼与钟爱知情如潮水般澎湃。 赵丽颖每次公开露面都会引起广泛关注。 比如,在2019年的时尚盛典上, 她身穿粉色礼服惊艳亮相, 细腻的气质和娇艳的容颜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议论。 在社交网络平台上, 赵丽颖的粉丝数更是让人惊叹不已。 她的微博粉丝数已经超过了1.2亿, 微信公众号的粉丝数也达到了惊人的5000万, 这些数字有力地证明了赵丽颖超高的人气和广泛的影响力。 赵丽颖作为一位深受观众、喜爱和期待的女演员, 她的影,力在多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例如,在2018年, 她主演的电影《后来的我们》票房狂飙到12.75亿人民币, 成为年度票房冠军。 赵丽颖在娱乐圈中是一味特殊的存在, 她的每一部作品都会引发巨大的关注和热议。 以楚乔传为例, 这部电视剧在播出期间的播放量达到了惊人的8亿次每集, 总播放量更是超过了1000亿次。 这个数字的背后,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统计结果, 更是反映了观众对赵丽颖的喜爱和追捧。 这部剧的成功, 包括剧情的独特和赵丽颖的精湛表演, 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赵丽颖才华横溢, 每次都以惊人的演技给观众带来惊喜, 触动人心。 除了在电视剧方面的精湛演技, 赵丽颖也频繁亮相各种活动现场, 总能吸引大批观众的关注和参与。 比如2019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赵丽颖的一线身便引发粉丝们的疯狂热潮, 无论她的每一个动作, 还是每一个表情, 都会被粉丝们用相机记录下来, 并迅速传播到全世界。 观众们对赵丽颖的关注和期待, 并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知名度, 更多的是因为她们深深认同她的演技和魅力。 赵丽颖在社交媒体上的 活跃度明显反映出观众对她的高度关注和喜爱。 她的微博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活跃度, 粉丝数量已经达到千万级别。 她发布的每一条微博都会引起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赵丽颖的微博粉丝数已经突破了1.2亿, 微信公众号的粉丝数也达到了惊人的5000万, 这充分展现了她在中国娱乐圈的巨大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 首先,她在演艺事业上的杰出表现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从她出道至今, 赵丽颖一直以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她塑造的一个又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甜美可人的女主角, 还是刚毅坚强的角色, 她都能游刃有余地驾驭, 赢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其次,她的努力和坚持也赢得了粉丝们的认可和支持。 赵丽颖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勤奋努力, 不断挑战自我, 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 而且在生活中也以诚实善良的态度赢得了大众的喜爱。 她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关心社会热点, 为人处事低调谦逊, 深受粉丝们的喜爱和尊敬。 最后, 她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也为她赢得了大量粉丝。 赵丽颖经常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与粉丝们互动, 分享生活点滴, 工作心得和心情感悟, 与粉丝建立起了亲密的联系和良好的互动关系。 她用真诚和温暖打动了无数粉丝的心, 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总的来说, 赵丽颖凭借出色的演技, 努力和诚实善良的品质赢得了无数观众和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她的微博粉丝数和微信公众号的粉丝数也越来越高, 相信在未来, 她会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成为中国娱乐圈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游神成热门话题, 王一博电影作品引爆网络。 这个春节什么最火? 中国的传统文化成功抢劲出圈, 也让我们有了一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属感。 不过有意思的是, 在大家对游神充满无限热情的时候, 才发现神仙原来都这么可爱, 游街的同时, 还有点小韧性, 喜欢各种的小零四, 还会跟小朋友一样, 热热闹闹的撒娇, 很接地气的同时, 居然还会跟我们平凡人一样, 娱乐的人间, 好生快活。 如果不是提及游神居然看电影, 我们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在电影院里, 一众神仙吃着爆米花喝着可乐, 看着电影。 这件事在被提及后, 小肥妖这次都惊呆了, 感叹依据, 王一博真有点玄学在身上。 都知道福建游神很有自己的风格和个性, 通过抛圣杯来选择, 都说请神容易送神男, 由于游神想看电影, 他们就果断选择包场看电影。 去年的春节荡电影中, 有流浪地球二满江洪无名等七八部作品扎堆上映, 结果在一众作品中, 出乎意料的是无名脱颖而出。 都知道这部作品属于文艺片, 谍战剧系列, 并非是和春节前这种热闹喜庆的氛围, 可是就是这么惊喜, 神仙们选择了这部作品。 哎呀, 怎么说好呢, 如今看下来, 果然是有点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就是这部作品, 在这一年中拿奖拿到手软, 更是成就了王一博, 为他勇闯电影圈打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之前有人说王一博有点玄学的时候, 小肥妖还不屑一顾, 认为这是一种巧合而已, 如今看下来, 还真是有点相信。 一路看下来, 很多事情的发生, 都是有些解释到后来, 只能说一句, 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 神仙选择的作品, 果然非同寻常, 去年的无名, 今年的热辣滚烫, 都是有口皆悲的作品, 传递给我们的价值意义, 更具有代表性。 好作品是长久留香的, 早知道王一博作为这部作品的一大看点, 也是有这份荣幸可以被选中, 也就意味着他的不凡。 作为娱乐圈中顶流, 能够爆火五年之久, 甚至口碑越来越好, 逐渐向着全民偶像的路线发展, 这确实需要天时的利人和, 才会打造出这么一个顶流, 能够红不容易, 还能够长红, 需要的就是人品和德性兼备才可以。 王一博凭借无名中的叶秘书, 获得了自己踏入电影圈的敲门砖, 这是他付出和努力换来的, 还是因为红了才获得的资源? 其实这都有一定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他是幸运的, 我们也不会反驳, 成为顶流的能有几个, 做到王一博这个份上的人, 更是少之又少, 还能持续性爆火这么多年, 你说没有幸运的成分在, 谁也不会承认。 为何顶流明星这么多, 唯有王一博却能够如此获得大家的认可? 天时的利人和下, 他爆火后, 没有消耗自己的流量, 反而把流量带到更多正确的地方, 用自己的业务能力, 逐渐改观了大家对他的看法, 重新定义了流量的真实含义, 才会赢得这么多人对他的看法。 与其说他是有点玄学在身上, 可是很多人忽视了一点, 他的努力和付出, 他爆火后, 反而更加自律, 连续四五年, 私生活几乎没有, 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 学习表演的那股韧劲, 忙里偷闲寻找乐趣, 别说他可以红, 幕后付出的, 心理上的挣扎, 远非我们可以想象的。 王一博以其杰出的表演和迷人的个性迅速走红,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 然而, 他的成功并非来自于一时的偶然或超凡脱俗的天赋, 而是源于他的刻苦努力和不懈奋斗。 王一博并非依靠个人魅力和外貌吸引观众, 而是通过一不一个脚印, 勤奋学习和精湛的表演技艺赢得了大众的认可。 他在娱乐圈内以其专业的态度和对待每一个角色的严谨态度闻名, 深受导演和同行的赞誉。 王一博在成名后并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更加自律和自省。 他舍弃了普通人的私生活, 投入到了演艺事业中, 不断努力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演技水平。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天道酬勤的真谛, 为年轻一代树立了榜样。 王一博面对舆论和压力时表现出了惊人的坚韧和勇气。 尽管身处娱乐圈的喧嚣和浮躁, 他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平静和坚定, 不受外界干扰, 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和梦想。 总的来说, 王一博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更是一位品质高尚, 敬业专注的艺术家。 他的成功不仅彰显了个人的才华和努力, 也鼓舞着无数年轻人勇敢追梦, 不断前行。 我们期待着他未来更加辉煌的表现,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